心流感疫情不断延烧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估计 从6月底到现在 全国的心流感病例 已经累积到接近4万人 而预测在下个礼拜开学之后 疫情将会达到高峰 疾管局目前向国光生计 采购了1000万剂疫苗 最快在11月底 就能够开始针对特定对象来施打 心流感的疫情持续扩大 最近4天就出现3个死亡病例 而根据疾管局的健保资料推估 全国感染心流感的人数 已经接近4万人 从6月底开始 我们不断地在监测 重点就是说 这个病人确实持续在增加 但是大部分都是轻症 虽然感染心流感的病患 大多是轻症 但罹患的人数持续增加 代表着重症的病患 也会跟着增多 也因此疫苗在准备上 和病毒抢时间 现在已经确定 有500万剂的疫苗 可以在11月中 顺利地交给机管局 11月底正式施打 其他500万剂的疫苗 将会在11月和12月中 陆续的到位 而施打的对象顺序 指挥中心将在召开专家会议讨论 最快明天下午就会公布 不过在疫苗施打之前 还得靠客流感的药物 但今天有立委出面质疑 8月中客流感纳入健保之后 每核从800块涨到950块 原本以为是药商哄台发国难财 结果却发现是健保局所订定 有任何一位在座的先进 或我们国内的国人 能够以更低的价钱 可以让我们买到客流感 我会跟他鞠躬 好吧 有多少我们马上买 健保局也表示 会在三个月后调查 要假假以检讨 而新流感今天又新天一鸣 居住在高高平的男性重症患者 有高血压跟慢性病史 目前已经转进一般病房 累计到现在 重症的病化共有44例 其中27人出院 5人死亡1人病危 其他还在住院观察 记者黄契庄志诚台北报道